就是先开一样嘛,就是一个新的网站 或者是你可以用旧的之前网站也可以啦 或者你可以选择那个管理网站等等的 然后呢,我这边是直接用之前的 03的JavaScript,反正一直做啦 之前像有些同学也是都把它放在同一个网站里面 我们只是新增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名称的话叫CH8-3-1 那我们大概做出来就是这样,就是可以直接输入账号 输入一下,可不可以输入密码123 当然我们也会发现,我输入111 这个时候它会变隐藏的,戒面就OK了 那送出的话特别重要,我这个送出 ID,这个ID部分我刚刚有把这个ID 我给它取名称叫做User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点它一下 这个你可以从那个它的下方 改User,Enter一下 那不过Enter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加这个Name等User ID等User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这个 这个好像拿掉没关系 主要是它是靠那个ID去辨识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密码的话 是叫,我名称叫PUS 所以这边的话我的Name 一样,有没有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产生Name 跟那个ID 那填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从那个下方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点选它 下方可以去给它一个什么呢 其实这个应该叫什么ID跟Name好像同时都会出现 那顶多差别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地方会变成密码 上面的这个就是单行 当然其他还有多行 反正这个文字栏位大概会有三种的变化 那另外送出的话呢 我给它取一个名称叫做 给它ID叫B01好了 OK,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呢 我们在画面上面有三个元件 所以呢 在程式撰写的时候 当然你要去实作这三个元件里面的动作 包含就是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里面的资料 跟这个 这两个资料 是你去把资料抓出来 那怎么去把这个两个资料抓出来 其实前面我们Gavascript都有练习过啦 所以其实也都是之前讲过的东西 只是你要把它熟悉 那未来其实变化来变化去 不外物就是大概这些东西 顶多就是说你抓到资料之后 你要做什么后续的处理 到底是要处理完就丢出去呢 还是要不要再跟资料库之间做一些互动 都可以在抓到之后 中间这一段 你可以再增加许多的程式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介面这个做出来 那底下会有一个OK的一个 这个page 所以两个page 这两个page 那这两个page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预览一下啦 当然它这个地方只会看到 你如果说填的时候按送出 它是不会有work 除非呢 你要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怎么写 前面也讲过啦 所以第一个 有没有你要在什么呢 当那个jQuery 可以用那个jQuery 有没有 当他document.ready的时候 去怎么样呢 去buy的一个 什么呢 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说 当你被click 哪一个被click 就是按钮被click的时候 那你去执行某一个方法 这前面写了n遍了啦 那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些稍微 尽量如果可以背得起来的话 那你就把它背起来 然后如果不能的话啦 反正你就去云端上面 call前面的范本来贴改一下 这OK 那因为我的写法尽量是一致的啦 你会发现前面跟各位讲过 光那个刚刚讲的这种写法 你市面上的书 你把每一本jQuery的书拿来看 你会发现每一本写的都不一样 真的很厉害 但是执行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jQuery还会一直在改版 还有新版、旧版的问题 那不过我这边的用法是尽量 第一个可以相容性最好的 所以我用比较旧的写法 当然它有新的写法 可是新的写法用在旧的环境下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1.0的 那个jQuery的版本 就没办法walk OK 所以很多种写法啦 当然你就找一个 我的习惯是找一个相容性好一点的 不然的话到时候 你这个可以那个不行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技术问题 那没有办法 你还是知道 大概知道一下 你不要说 为什么老师你的写的东西 怎么跟网路上 或书里面讲的都完全不一样 你们Google一下也会看到啦 网路上一堆也有source 但是它写的就是不一样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在旧版没办法执行 这是算正常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每一种语言刚开始 它还没有稳定 没有成熟的时候 它会一直不断在改变 可是你就要知道一下 第二个要怎么撰写 所以我们把这个界面做完了 所以界面也很简单 而且你会发现 我觉得DreamView它的好处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加进去 那加了什么东西 其实大概就是 它会加这个就是 Fill Content 那你会发现它每一个都会加 所以最后 很多个我就砍掉其中一 不过特别之后 DIV头 DIV尾 你要记得 稍微算一下 这个是 Head的DIV到DIV 那这边是那个Content的DIV 到它的DIV 这个DIV是这一个 那它的Page Page是这一个 所以你要对到 你不要多一个或少一个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 这个对这个 因为很多同学 最后变成多 这个是对这一个 然后Content是对这一个 Page Page本身有个DIV 对这一个 然后Head本身 这个它独立在这里 因为常常有同学 问我说老师 为什么跑起来没办法 也看不到 后面好像 这就是错 道理很简单 因为人家是一对的 结果你给它多一个 OK 多一个就会出事了 而且事情还蛮大条的 就是比如说 那个 你上面对下面 对得起来 可是如果你下面又多一个 就有点像男人有小三一样 多一个小三就完蛋了 家里就整个乱掉了 所以有时候 到底是一样的 只能一对 OK 那这个千万要看 应该知道那个重点吧 其实说真的没什么 但是你只要多一个DIV 它的画面就是会乱掉 OK 所以请特别注意 其实这都要动手做 说真的 这个没办法跟你讲说 哪些 其实做久了 你大概就知道 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 好 做完之后的话 那底下也是一样 反正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来撰写程式 程式部分因为也不复杂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有些前面都写过了 写到哪里 第一个找到你的斜线head 请你把它放在斜线head上面 大概就这一串 它一定是Scribd开头 Scribd结尾 这个也前面讲过 另外的话 因为我们有按送出这个按钮 所以我就怎么样 在上面先把它做个连接 这个连接的方法 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指的 前的符号是指的是 JQuery的韩式货的物件 当然我后面有审掉 那个当它的document.ready 所以因为有的时候 不写好像也OK 那就不写好了 因为我的习惯是 程式能够越少越好 不然写越多 你还是容易出错 然后当它怎么呢 当它ready的时候 去执行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基本上也没有名称 所以叫匿名方法 没有名称的 那它其实做什么呢 就帮我连接那个按钮 按下去的时候呢 只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帮我执行这个方法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方法 当然前面有讲过啦 如果说你要把那个方法 改成匿名方法 写在这边也可以 就是方选刮糊 有没有 底下那东西放在这边也OK 那种写法叫匿名方法 不过 我觉得你习惯的方法最好了 你不要说一下写匿名方法 一下又写有名称的方法 反正你就是写你比较安全的 而且执行不会有错误的 那个就是好方法 OK 那这个log in 因为我个人习惯 未来会有写很多方法 所以通常我会给个名称 比较好去指向 那底下的话呢 会放一个方法 所以底下这个方法怎么写 方选嘛 然后打这个名称 后面加一个刮壶 小刮壶啊 就是说将来你要传递一些引述 后面大刮壶是执行什么 那里面的话程式就写在下方 那里面写什么呢 基本上 就是先抓到这个 有没有 抓到这个账号填什么 第二个抓到密码填什么 怎么抓 前面讲过 很简单 建立一个 var一个什么呢 变数 然后呢 去用JQuery的selector selector就是一个刮壶 里面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前面一个sharp 一个警字号 去指向什么 指向它的ID 然后呢 后面有个点 Value 其实叫Value Val 它里面的Value 把它怎么抓出来 以后反正都这样写 写习惯了 你就OK了 然后把它分别丢到变数里面 再来做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一符什么呢 后面的话 这个我想各位前面也写过 小刮壶就逻辑 如果user等于AA 而且 endend endend就是 这边要为处 这边也要为处 一定要说两个end 你不要一个end 而且 plus 就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是123的话 那我就 alent 先跳出一个您输入账号是密码 然后呢 帮我转到下面这个页面 关键哦 前面没讲过的 就是这个 一个 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未来如果你要切页 这保证成功 现在志祥号号的同学 踹100次也是踹不出来 切不过去 就是切不过去 真的哦 像志祥号的同学 试了100次 他真的快要吐血了 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啦 你只要做对的事情 做一次就好了 哦 啊 其实有的时候 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就是哦 真的要找对一个范本 那个范本是真的可以walk的 你就 以后那个可以walk 你就拿来 就好了 不用在一边试 试100次也是不会成功的啦 然后你要找对地方就好了 因为我是看有些同学 为什么一直试就是因为你根本 就是没有一个对的范本 好 那如果我要切过去都很简单 或者你自己记一下也没问题 一个最可以的这个嘛 钱的符号嘛 里面有一个纸物件 叫mobile mobile里面的话有个叫change page 特别说change page 只有p是大写 其他都是小写 change page p大写哦 它有区分大小写哦 所以你不要打错字哦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就帮我移到这一个 ok哦 ok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也有这名称id page名称叫ok 所以呢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哦 去select 这个后面也是这样 去找到 这个query query嘛 帮我找 找什么呢 找ok这个页面 请你帮我 因为它叫change是page 所以后面呢 你也势必要给它的是一个page 它就会帮你把它切到这个page里面了 ok应该没问题吧 反之的话呢就是 有没有 else就是密码错误 那就是请输入正确的帐号密码 不过我们这边的逻辑判断比较单纯啊 因为我们不区分帐号或密码 其实你应该严格是先检查密码 帐号对不对 如果帐号对了再检查密码 如果他密码帐号错 你先跟他讲说你密码错了 然后再来跟他讲说你密码错了 应该分开来啦 不过因为我们不要写那么复杂 如果你自己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分开处理吧 先判断帐号 帐号对了之后 再判断密码 不然他不知道说 到底他是帐号错还是密码错 好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直接按个及时 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边 我输入一个错的 ABA 然后密码的话 我就随便打一个错的 送出 请输入正确的密码 因为他跑到else 他跑那个else的逻辑 这个地方他跑到else 因为我输入AA没错 但是我这边好像输入123 他就对一个也不是对 一定要两个都对 这个end指的是前面的逻辑 这个end指的是后面逻辑 对一个不假 true跟false不对 所以我再打一个那个123 按个送出 这个时候呢 他会对了 他会怎么样 先跳什么呢 先会跳这个 您的密码是正确 align一下 所以这个先出来 再帮我跳页 跳页怎么跳 特别就是 这个跳页非常重要 以前在Android Studio里面 是用Intent加上Activity 那可是这个地方 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方法 叫Change Page P大写 其他都小写 然后呢 给他一个是 我们要切到哪个页面 所以告诉他一个页面 按确定 跳过来了 OK 所以跳过来 这样就成功了 来吧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程式的话呢 待会 也会把它照相 放在那个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练习一下 这个这一题 上一周有提过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出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只是说 我这个即时的部分 假如我不要在这边 显示成Align 我希望让他跳到 另外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页面的话 当然你就是 可以在下方 做出一个所谓的 那个什么BMI结果 然后我建议 你可以在到那个 就是Google里面 找一下 我之前发现 好像网页蛮多 类似像这样的JavaScript 它好像已经都帮你 做好了一些东西 你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BMI值的一些范例 里面有相关的东西 像这边 有一些什么BMI 这个什么的 计值器 我记得好像 有一些甚至 它背后 像这个也是 它里面有一些 你甚至可以拿 拿这个来参考 那它背后的程式 其实按右键 我记得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是检查 它背后的话 也是JavaScript 所以很多东西 是甚至可以直接拿来参考的 像这边 它写在 JavaScript 应该是写在head head里面 这边有一些程式 在这里 JavaScript 你可以看到 它程式就写在这里 甚至有一些怎么样 你也可以拿来用 而且甚至你拿贴上也可以用 只是说它是用的是JavaScript 来写 但是写的会比较复杂 那我有时候我比较建议 你干脆把它改写成 那个JQuery 因为JQuery 有时候可以让程式 简短许多 这边都有 逻辑上 我想网络上还蛮多 请各位 把这个也许试一下 就是改成那个就是BMI这个 然后也是切页 把它切过去 BMI的部分 这个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